是的 主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位身穿黄色板神虎球衣的男子 站在栏杆上 接着一跃而下 跳进河里 一旁群众还起哄 拿手机疯狂录影 不止这一头 另一边也有同样场面 这夸张的乱象就发生在日本大阪 周四晚间 日本职棒板神虎击败独卖巨人 睽違18年拿下中央联盟冠军 板神虎迷上街疯狂庆祝 一度有超过两万人 涌进大阪闹区到顿窟 其中还有26人跳进河中庆祝 为了怕意外发生 大阪府紧急出动 1500名警力道场 甚至一度紧急封桥 2003年板神虎夺冠时 也曾发生这种场面 当时5000人从桥上往下跳 导致一人死亡 台北驻大阪办事处提醒游客危险 另外南韩外交部也有紧急告知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 所幸周五清晨人群消散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栏